在1978年 除了派出对外开放的侦察兵以外 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也是加大了外出访问的频率 那么这一年 仅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 出访的就有达20多次 访问的国家和地区达到50多个 当然最受世人注目的是邓小平 在1978年的10月 对日本进行了访问 邓小平在日本期间 可以说是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一些 日本的钢铁厂 日本的汽车厂 电气厂等等一些大的企业集团 他还坐了气电船 乘上了日本的新干线的列车 在这个新干线列车上 执行人问邓小平的感受 邓小平说就是感觉快 我们现在正需要这个速度 那么这个话就体现出邓小平 希望发展的这种紧迫感 这次成功的访问 为中国引进国外的先进的技术设备 和管理的方法 加快现代会建设的步伐 应该说打开了局面 感谢观看